我没用闪光灯,对作品没伤害,为什么不能用手机拍? 这是印象派大师莫奈特展上,来自参观者最多的困惑。 3月11日,当记者来到展厅里,发现展厅内三个保安不停地来回走动,劝阻观众拍照。 请收回手机,这句话在短短一分钟内重复不下五六次。 可是依然难以阻止大家拿出手机拍摄作品的冲动。 很多观众在作品前合影留念,也有不少年轻观众拍完作品当即上传网络,以示自己到此一游。 对于如此屡禁不止的行为,主办方也很伤脑筋。 按照外方的要求,我们是统一说不能拍照的,所以我们基本上还是会劝阻大家不要拍照。 另外对,因为它也有版权物权,那么你拍了照以后,这些照片实际上是未经许可,未经授权的。 所以请大家能够谅解这个主办方的立场。 不过记者在现场也有看到,参观者拿几千笔在角落里临摹作品。 拍出来的,肯定效果不太好,肯定没有书本上的好。 他们是经过专业训练的,所以说我还不如,我作为一个绘画爱好者,不如把它画一遍。 看看新闻网,王健慧,闫兵家,上海报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